好 我们呢先来说快速入门 那将来所有的笔记呢 我们都会放到语却这个平台 大家来参照语却.com 雷凤阳 斯文尔布特3就行 学习斯文尔布特3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些前置要求 因为斯文尔布特3要求 我们渣二版本至少是17以上 所以大家在装环境的时候 那你的ID至少得是2021.2.1 这个版本级以上 因为这个版本以上呢 才支持了渣二17 当然你的电脑呢 没有渣二17也没关系 因为现在新版的ID 它呢都能自动下载 这些指定的渣二环境了 包括呢我们使用的 Mainman这个版本 也得是3.5G以上 你的电脑没有Mainman 也没关系 那么ID是否也能自动给我们装啊 它里边都自带了啊 然后呢包括我们呢 接下来讲解的斯文尔布特版本呢 那就是3.0.4G以上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斯文尔的官网 在我们这个斯文尔布特呢 现在我在讲解期间已经305了 估计呢我们发布出去 大家呢也都306了 或者3.1都发布了 当然这些都无所谓 只要呢是三版本的 它们的特性只是有一些小修改 2跟3 斯文尔布特2点几 跟3点几有大变化 那3呢都是一些小修改 学哪一个版本都行 当然我们在来学斯文尔布特之前 像斯文尔 斯文尔MVC和MARVDIS 大家呢需要提前储备 然后这个呢我们不会在这门课里边来进行讲解 但是呢大家就会发现 那如果我整个课程用到了渣二时期 我的渣二八到渣二时期 之间的一些星特性 我都不了解 没用过 怎么办呢 这个没关系 不用提前学 我们在讲解期间 只要我用到星特性了 我给大家一说一演示 那我相信大家一下就懂了 边学边用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说斯文尔布特 我们为什么要学它 它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学斯文尔布特之前 大家呢可能多多少少学了一些前置框架 比如斯文尔 斯文尔MVC和Base 没有斯文尔布特之前 我们这些框架呢要互相配合用起来 得写一大堆的配置 是非常麻烦 当然除了这些框架 我们说整个我们项目开发期间 可能会用到各种功能 比如我们来到斯文尔的官网 我们虽然看到这是斯文尔布特 但是斯文尔整个团队 我们贡献了非常多的框架 斯文尔Famework 就是大家以前学的斯文尔MVC的功能 在这儿 斯文尔Data呢是来做数据库 MyCircle啦或者Redis啦等等 Circle以及NoCircle这些数据访问功能 斯文尔Cloud是来做分布式应用的 斯文尔Security是来做安全的 也就是我们开发期间 有可能会用到Web功能 数据访问 分布式安全包括呢 分布式的一些session甚至于批处理 我们消息对列等等等等 我们会用到很多场景 那这些场景呢 每一个场景可能都有它对应的 专业解决方案以及一系列框架 如果我们都要整合起来来使用 是会非常麻烦 以前我们光整合个三大框架 配置呢就写一大堆 所以此时斯文尔布特就应用而生了 斯文尔布特的创立目的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快速的来能整合 斯文尔一系列技术战 以及第三方框架都行 所以我们会看到 斯文尔布特呢 官网对斯文尔布特的介绍是这样子的 斯文尔布特 Mac 8 Easy 使什么变得简单呢 是创建一个独立的应用 而且呢 是基于斯文尔的生产级别的应用 将来会变得简单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那么多繁杂的配置了 而且呢 官方还说 斯文尔布特给我们一个什么 无论是整合斯文尔平台 还是第三方平台 我们只需要呢 拥有一个少量的关注点 我们就能把它们快速整合起来 只需要写少量的斯文尔配置 以前我们整合一堆框架 是不是有大堆配置啊 所以有了斯文尔布特 其实就是来简化我们应用的创建 应用的配置这些功能的 所以整个斯文尔布特 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一些特性 那这些特性呢 这个英文我复制过来 给大家翻译成了中文 大概看一下 首先来说斯文尔布特 刚才我们看到官网介绍呢 是他可以帮我们简单 快速的创建一个独立的 基于生产级别的 是不是斯文尔应用啊 无论是整合斯文尔平台 你第三方技术 都会呢 通过少量配置就能整合进来 所以他的这些特性呢 我们来过一下 第一个 能快速的创建独立的斯文尔应用 我们以前要创建一些 比如基于三大框架的这个应用 那你可能导包 来思考一下步骤啊 首先得导包 我得把各种框架的各种包导过来 然后呢 再写配置 写一堆 然后呢 我才能启动运行 来写这些代码 这样呢 非常麻烦 有了斯文尔布特 直接一键创建出应用 所有的包配置 啥都是好的 直接启动就行 这是快速创建斯文尔应用 第二个 斯文尔布特呢 能直接嵌入 TOMCAT 接体 或者Undertal 这些我们称为叫 Sorlator容器 因为我们后来 Web开发 都是基于 Sorlator标准的 我们以前呢 开发一个 Web应用以后 我们怎么把它 部署起来 我们可以呢 买一个Linux服务器 给这个服务器呢 装上TOMCAT的环境 以及MySQL 等等这些环境 一大堆 然后呢 把我们的项目 打成一个袜包 然后放到 我们这个Linux服务器 TOMCAT 有一个目录 是不是叫WebApps 放到这个下边 放到这个下 这样呢 我们TOMCAT 只要跑着 它就会带着 WebApps 下面的所有应用 都能运行 但是你会发现 每次我部署呢 我都需要Linux 准备好TOMCAT 这些环境 我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Spring Boot 直接给我们 在应用里面 嵌入了TOMCAT 整个应用 将来呢 就会打成一个炸包 你到目标服务器 你只要有Java环境就行 有了Java环境 其他都不用装 那你装TOMCAT之前 你是不是也得装Java 这个呢 是必备的 你有了Java环境以后呢 你只需要把我们的应用 打成炸包 以后呢 放到服务器上 直接Java杠炸 一个命令就运行了 TOMCAT 啥子都不用装 非常简单 所以这是直接嵌入了 Java环境的容器 第三个特性 Spring Boot呢 还提供了可选的Starter 用来简化整合的 大家注意 Starter呢 我们后来会仔细的来说 我们把它呢 称为场景启动器 我们先呢 给它起一个名字 就叫场景启动器 以后我说Starter 就叫场景启动器 它是来做什么的 来思考 后来应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可能要开发 Web功能 我呢 可能还要做一些 Json功能 我呢 可能还要做一些 邮件发送 对吧 邮件功能 然后呢 我可能还要做一些 对象存储 比如阿里云的这些 对象存储 就是存文件功能 有可能呢 我还会做到一些 异步啦 包括呢 我们这个定时任务啦 以及我们的缓存啦 等等等等 开发期间呢 可能会用到非常多的功能 如果是我们以前开发 每一种功能 首先我得导入一堆包 导包一堆 比如我想要用Json了 那我就得导一堆 能处理Json功能的包 然后我想要用对象存储了 我就得导一堆 对象存储的包 而且呢 还要控制好版本 防止冲突 对吧 控制好版本 你把这些包导进来 版本控制好 你才能写配置 才能启动 才能运行 这很麻烦 所以有了SmartBoot以后呢 他把这些开发 常见的这些东西 称为场景 把每一个场景呢 都专门准备了 为每一种场景 每一种场景 准备了一个依赖 准备了一个 依赖坐标 相当于我们这个Maven坐标 对吧 准备了一个依赖 准备了这么一个依赖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导入这个场景的依赖 比如我导一个Web Starter 跟Web相关的所有 这个场景的所有炸包 以及能 当前项目 能用的这个版本 全部呢 都给我们控制好 给我们引入进来 我们只需要导入一个依赖 就搞定了 不用像我们以前 要分析一堆 所以这个叫Smart 简换我们整合 当然 大家想 未来要整合 马贝利斯的话 以前我们马贝利斯 是不是要导一堆 未来有了Smart Boot 我们也只需要导入一个 马贝利斯的Starter 这个依赖 以后把马贝利斯相关的 所有功能 全部导进来 我们呢 甚至连配置都不用写 默认呢 它都是自动配好 我就能用了 这是我们说的 提供可选的Starter 我们叫场景启动器 这个功能呢 后来非常实用 我们呢 也是多数在研究它 这个是一个重点 重点的呢 我们来给大家 加上几个星 重点 写到这儿啊 重点 哎呦 这几个信号 好 我们来这么来写吧 这些是 这个功能 是一个重点 另外 自动配置 而且是按需的 自动配置 有了Smart Boot以后 我们当导入了 一些场景 如果 如果这些场景呢 是生效的 如果 这些场景 我们要使用 我们要使用 这就是我们称为 叫生效的 然后呢 这个场景的所有 配置都会 这个场景的 所有配置 都会被人家 自动配好 都会自动配置好 也就是说 所有的配置项 比如端口号啦 等等 我叫Web开发 我只需要导一个Starter 端口号是多少 这些都会给我们 自动配好 所以呢 这一块是我们说的 自动配置功能 这个自动配置呢 也依赖一个原则 叫约定大于配置 你不配的情况下 你只要有了这个场景 每一个场景 都有它很多默认的配置 每个场景 都有很多默认配置 所以有了Smart Boot以后 你只需要导个帮 这个场景呢 你一个配置都不用写 它的这些默认配置 都能让你把应用启动了 所以这一块的自动配置功能 也是一个重点 后来呢 我们会仔细研究 我们来写到这 这是我们说的自动配置 有了Boot以后 我们只需要导包 导场景就行了 所有的配置呢 人家都给我们做好 当然这是默认的配置 你想要自定义也行 只需要在配置文件里边 稍微修改一两项就行了 在配置文件中 修改几项 就可以 所以会非常方便 这是我们说的自动配置 还有我们生产级别的特性 Smart Boot创建的这些应用 有一些默认生产级别的特性 比如我们应用 一部署到生产环境服务器以后 我们想要对它 做一些指标监控功能 那这个应用呢 里边就自带着 你直接去直接监控就行了 以及健康检查 Smart Boot的所有应用 都拥有健康检查功能 健康检查就是说 我来比如给这个应用发送一个请求 我来检查这个应用 是不是存活着 如果我们再来配合一些 我们云上的一些平台 比如K8S K8S呢 自动来检查我们这个应用 活着没 如果死了 它重启一个新的 这样呢 保证我们应用 永不当机 一直是存活状态 就是非常高可用啊 这是我们说的健康检查机制 以及生产环境 我们经常爱用的外部化配置 举一个场景的例子 如果我现在把我当前的这个应用 放到了 这是一个Linux服务器的APP目标下 假设我叫demo.炸包 我呢 一启动以后 我用Java-炸 因为有了Smart Boot 未来我们只需要Java-炸 点一个炸包 就能把它启动起来 但是大家思考 如果呢 我这个应用运行着 我突然想要改一下配置 咋改呢 如果是以前 我们需要打开圆码 找到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呢 把这一两项改好以后 我呢 再把这个东西重新打成炸包 重新部署到这 部署到这以后呢 我把它先下线 然后呢 我再Java-炸 新把这个执行上来 整个应用的配置 是不是就更新了 但是这个过程呢 却非常麻烦 有了Smart Boot以后 它允许外部化配置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配置 不用写到炸包里边 写到外边就行了 我只要在APP这个目录下 跟我这个炸包相同的目录下 我就放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application then proper case 这个文件 我把我所有要改的配置 我都放到这个文件里边 只是需要重启这个炸包 它里边的配置 全部呢 都用上了 所以这个就叫外部化配置 再运维起来 会非常方便 这是Smart Boot给我们提供的 一个生产级别 非常有用的特性 当然 有更多生产级别的特性 我后来呢 都会给大家 把这有用的特性 来做一讲解 整个Smart Boot的强大功能 没有任何的代码生成 你如果用代码生成技术的话 会生成一堆 一堆垃圾代码 如果一旦应用出问题 我们还得分析一下 生成的那些代码 是不是有啥问题 所以没有代码生成 让我们学习起来 就轻量计 我写的是什么 那将来就是什么 而且呢 全程没有任何查门配置 以前的SSM 我们要整合起来 一大堆查门 我们这个配置地域 估计呢 每一个同学看了呢 都非常不舒服 有了Smart Boot以后呢 就可以完全抛弃这些东西了 总结起来 Smart Boot呢 将来就是简化开发 让我们呢 能快速地在开发期间 创建一个应用 以及简化配置 依赖它的自动配置功能 约定大约配置 所有的东西 全部呢 都是默认给你做好的 以及简化整合 我要做什么功能 做什么场景 只需要导入 它的这个场景启动器 它们的炸包 这些版本 全部都被控制好 全部都做好 我不用担心 漏了什么炸包 以及简化部署 我们整个应用呢 想要部署 直接打成一个炸包 我们Linux服务器呢 不用装一堆黄金 打一个炸包 直接运行就行了 简化监控 我后来呢 还会对接 专业的这些第三方监控 来给大家讲 整个监控流程 以及简化运维 比如外部化配置 我想改配置了 我轻轻松松 在外面创建一个文件 就可以 但运维的很多功能 它都能简化 我后来呢 都有整体的讲解 好 这是我们呢 说的SmartBoot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写一个Demo 快速体验一下